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。 权力是否值得一个人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? 是否值得一个人为之不择手段,甚至铲除亲朋好友? 在这个问题上,历史给出了沉重的答复。 那个人,就是朱温。 他为了夺取皇位,不惜铲除障碍,屠入亲朋,最终登基称帝。 但他的所作所为,是否真的值得呢? 我们将一一见证他的疯狂和偏执,以及那些为他的野心买单的无辜生命。 904年8月的一个夜晚,洛阳宫中突然爆发了一场惨剧。 当时的唐昭宗正在皇宫中休息,朱温的心腹蒋玄辉带领一群武士突然闯入。 他们谎称有紧急军情,要奏报皇上。 守卫打开宫门后,蒋玄辉的手下就杀了进去,朝着昭宗的寝宫而去。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,就连昭仪李建荣也没有反应过来。 他听到动静后,急忙拼一而起,一看到持刀持枪的士兵,顿时明白了不祥的预感。 他淒厉地呼喊着,我等宁愿受死,不要伤害皇上。 可是,这些话在蒋玄辉的手下耳中,不过是一阵虚无的喧嚣而已。 正在酒醉中的昭宗被喧嚣声惊醒,他迷茫地跑出寝室,却见到一群持刀士兵正向他刺来。 昭宗惊恐万壮,拼命在殿柱间穿梭逃命,李建荣挺身而出,想要护驾,却被士兵一刀刺中。 昭宗绝望地抱头痛哭,终于在一刀之下断送了性命,年仅三十八岁。 就这样,一代皇帝的生命,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,只为了满足一个野心勃勃的野心家。 朱温的野心并未就此止步。 904年10月,他回到汴州后,立即下令诛杀昭宗的九个皇子。 4年2月,蒋玄徽在春社这一祭祀日,邀请九位皇子共同祭拜,随后在酒宴上将他们灌醉,趁机勒死,尸体被抛入酒驱池中。 这九个年轻的生命,就这样无辜地被夺去了。 他们的罪过,只是与朱温无关。 长子德王李玉,四子帝王李宇,三子乾王李谢,每一个名字背后,都是一个年轻的生命,一个未来的希望。 他们本可以为唐朝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,但是朱温的野心,却将他们生生掐灭了。 当昭宣帝李座和和太后,得知这一惨巨石,已是多日之后。 作为母子,他们能有什么办法? 只能无助地留下伤心的泪水,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。 朝中大臣们,更是在权力的威慑下,不得不装作视而不见。 一个个年轻的生命,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。 而朱温的野心,却越燃越旺。 朱温的暴行,并未就此止步。 为了扫清障碍,他开始了对朝臣的大规模屠杀。 当时朝廷的四位宰相,是裴叔、独孤笋、崔远和柳灿。 柳灿为人奸诈机巧,他不断在朱温面前,诬陷其他三位宰相,导致他们被贬持官职。 柳灿的这种行为,无疑是在为自己的权力铺平道路。 他清楚地知道,只有除掉这些有威望的老臣,自己才能在朱温的新朝廷中占据重要地位。 于是,他毫不手软地将矛头对准了这些人,不惜诬陷陷害,只为了让自己的虔诚有所保障。 随后,柳灿又写信给朱温,把他平日怨恨的三十余位朝臣的姓名,上报给朱温。 声言这些人对朝政横加议论,对殿下怨恨不满。 朱温的谋视李震,更是怂恿他禁朱之,以绝后患。 这些人的命运,就这样被朱温和他的亲信们掌控在手中。 就这样,六月初一,朱温派兵到洛阳城外,将裴叔等三十余位被贬斥的官员全部诛杀,尸体被抛入黄河中。 李震得意洋洋地说,这些人常自卫清流,经接入浊流。 这句话说出了朱温和他们的心声,他们是这些忠臣如浊流一般,理应被清除。 朱温为什么要如此疯狂地屠戮亲朋好友? 原因就在于他的一个野心,取代唐朝,自立为帝。 事实上,早在904年8月,朱温就派人杀害了唐昭宗,历年仅十三岁的辉王礼作为帝,史称昭宣帝。 但朱温并不满足于此,他想要彻底取代唐朝,自己登基称帝。 这个野心,早已在他心中扎根许久。 作为一个出身卑微的武人,朱温凭借着过人的智谋和坚韧不拔的意志,一步步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 但是,当他站在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时,却发现最后的障碍是如此之大。 一个根深蒂固的王朝,以及那些忠于旧朝的大臣们。 于是,他选择了最暴力、最残忍的方式,产出一切障碍,不惜付出亲朋的生命作为代价。 在朱温看来,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而付出的代价。 他使权力为至高无上,为了达到目的,任何手段都是可以被允许的。 这种偏执和疯狂,注定会让他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骇人的印记。 在朱温这场疯狂屠戮的背后,却隐藏着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细节。 他的爱妻张氏,临终时,曾嘱咐他戒杀原色。 张氏是朱温的挚爱,两人相伴二十余载。 他们的感情可以说是朱温人生中为数不多的温暖。 张氏不仅主持内政,就连外事也多有参与。 可以说是朱温最重要的智囊和支柱。 他能以柔婉之德,致豺狼之心,使得朱温这个暴虐的人也稍显温和。 可惜张氏病重时,朱温正被丧子之痛所困扰,未能好好侍奉爱妻最后的时光。 临终前,张氏对朱温说,夫君既有大志,见窃也无力阻拦,但尚有一言相赠。 也是临终一言,戒杀远色四字,夫君若能谨记勿望,妾死也瞑目了。 这四个字,像是张氏最后的呼唤,想要唤醒朱温内心的那一丝人性。 可惜,朱温并未遵从爱妻的嘱咐,反而在他去世后不久,就开始了这场疯狂的屠戮。 也许,正是这一决定,让他最终失去了爱妻的祝福,导致他的后代也遭受了同样的恶语。 张氏的死,像是朱温最后的人性之光被掐灭的时刻。 从此,他彻底沦为一个疯狂的野心家。 我们看到了朱温一生的疯狂和偏执,看到了他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可怕面目。 但同时,我们也看到了,即便是最冷酷无情的人,内心深处也会有一丝人性的温暖,只是很快就被权力的诱惑所吞噬。 但是,朱温的一生,正是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典型。 他最终登基称帝,但付出的代价是如此之大,以至于他的后代也承受了同样的恶语。 权力是否真的值得如此代价? 这个问题,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思考。 因为,在追求权力的道路上,朱温所走过的那些弯路,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踏上的。 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人性的温暖,我们才能避免重蹈覆辙,堕入疯狂的深渊。 好了,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次见。